心经是大圣佛法的心药 也是大圣佛法中般若思想的中心 佛法的精粹在于智慧 离开智慧讲佛法 知识世间的知识和学问 而心经就是智慧的经典 龙山寺今年建设280周年 在农历11月 还要做280周年的梁王法会 他也是邀请我去帮他们煮法 所以当我们出门在家在外 遇到净 第一个我们要想着用我们的心 去改变这个净 所以为什么心经260个字 它称为佛的秘境 因为万法是我们心在造作的 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地域 我们永远也不会到地域 所以他一开头就讲 观自在菩萨行生 观自在菩萨 观谁啊 观自己的心啊 我们的心正确了 我们就自在 自在了 当然一切都是善言 我们会把逆言认为这是逆争上缘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 逆言就是障碍 每天就觉得这是障碍 我要学佛就是有人来障碍我 障碍就是对我们所学习的测试而已 测试我们自己的心念 有没有坚定 心念没有坚定都可以成佛 那大家都成佛啦 那佛跟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佛的世界跟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那还是一样 那就是骗人的而已 所以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心经之所以称为佛法之秘境 其实这个原因 他讲出最重点 就是我们的心 要降伏自己的心 刚经里面讲要降伏自己的心性 所以要从哪里开始 减少欲望开始 活力的12月20日起 博士节道场将在英哥凡月4 期间为期三天的岁末祈福法会 带领大众恭送法华金 欢迎十方大德弹乐同沾法义 十方新闻记者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